这么好的太阳不能出去也真的太可惜了 就让我们开始这无聊的一集吧 有位朋友在评论下面提醒我不要再公布体温数据 因为目前的形势的确很严峻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善意提醒 嘿大家好我是特贵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2月11号 放一下这几天总结的素材吧 这每天有点感冒吗 不想出去 在家干什么 干的事就是吃饭睡觉上厕所 在家隔离久了 会不会都变傻呀 也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 你们平时在家都做些什么呢 记得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 孩子午休的时间到了 这样我就可以有时间拍一点视频素材了 我希望可以把我每天生活中产生的一些有趣的地方汇集成一个故事 然后再以Vlog的形式呈向给大家 每天看手机看新闻 他会放大我的焦虑 但是不去看他我能做什么呢 不就只剩下拍影片一个目标了吗 先找点lert子吧 我发现我影片一个规律就是去外面冒险的影片有更高的点击力 但今天我又不能出去 所以我打算在阳台上放一下这个无人机 有一点啪啪的感觉 但是非防不可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 我们试一试吧 啊 又到了和孩子一起完成作业的时间了 现在是几点 现在好像是5点钟左右 尝 宝宝 来 看书学习了 你学会了没啊 谁再玩 好 弄好 来唱歌 唱歌 就发个音子 呱 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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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个好消息你想不想听 我今天赚了多少钱在YouTube上面 今天我赚了50美元 你算一算多少钱 300多块 你高兴吗 我替你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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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记得哪位朋友说想看 洗澡 网友cc说 你的眼睛是睁着的还是闭着的 这样大好看 小眼睛 没办法就这样 网友爱明说 开头15秒广告 开完一点点支持 特别想成为一个内容的创作者 坚持每天产出一段又去优质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网友凯特艾尔说 忍耐乐观 能外出买食物吗 若不能 每餐只吃平时的一半 这样对身体也有好处 一个星期左右 必须外出进行一次大的采购 一天只吃一顿或者两顿饭 半个月来 我的体重下装了5公斤 之前是86 现在是81 这个名字我不太会练 我就说一个简称 叫网友MP 切开洋葱 然后深呼吸 吸到肺里面去 可以止咳 我感觉闻了洋葱的味 我会咳得更厉害 网友江 这位叫江的网友说 别凹夜 提高自身免力 维生素C 增强免力 祝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谢谢你的祝福和支持 不熬夜 做不出来影片 也我的身体 慢慢在适应熬夜 这个时间差 我现在每天睡4个小时左右 身体也感觉还是蛮有精神的 网友王说 你好 也在实验吗 难道是一位实验的老乡 网友段小咪说 希望以后疫情过了 带全家来台湾吃美食 逛特有的夜市文化 跟美丽风景 也欢迎以后有能力移民 就移民吧 移民 我感觉好遥远 想移民 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得学英文 背单词 念口语了 来自美国东部的网友李A请 说 有点意思 浮生一日 那一支标题非常好 旁拍也很漂亮 你很有天分 谢谢你的夸奖 在生活中很少有人这样夸我 措辞在讲究的前提下 一语道破略有沉重的心 很喜欢 这个标题我真真想了两个小时 过去五天在儿科急诊上班 可以说被淹没在流感病毒当中 美国目前有六十多位儿童 食育流感 非常细致耐心 富有指导性的 非常有用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见 拜拜